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的陆军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乳腺癌晚期的陆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 癌症奇迹好转转微为安 令医生大为惊叹 让我们掌声欢迎 坚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助我乳腺癌早日康复 感恩南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南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尊敬的各位来宾和佛友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站在这里 与大家一起分享心灵法门 助我乳癌日渐康复的真实经历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宽恕弟子 并抱住我消除业障 我和父母还有八岁的女儿 是在2012年12月 参加第一次新西兰法会后 开始接触佛法 全家很快开始念经 吃全素 受益匪浅 首先 我父亲十几年的萎缩性胃炎 康复了 第二 我女儿当时扁桃体发炎非常严重 还有鼻炎问题 经过卢台长慈悲开示 我们为女儿念经 放生 使女儿免除了开刀之苦 她现在每天做功课 还自己念诵小房子 第三 去年参加法会后 菩萨加持 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而惭愧的是 虽然体验到了心灵法门的灵验 但我并没有精进修行 今年四月底 颈椎和背部疼痛 同时乳腺有肿块 于是嘉医为我预约了乳腺检查 今年六月十八号 父母和女儿去香港参加法会拜师 然后回国 六月底 医院确诊我得了乳腺癌 而且是第四期 肿瘤已扩散到肺和脊椎 扩散速度很快 只有三四个月的生存期 医院只是建议做几次放疗 防止癌细胞 扩散到大基柱 否则下肢将瘫痪 而颈部将断落 当我孤独地面对这 突如其来的诊断结果时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 人生的无常与无奈 我开始向观世音菩萨许大愿 大量放生和念小房子 并且把礼佛大忏悔文加到了五遍 真心忏悔我所做错的一切 我坚信菩萨一定会救我的 在我孤独面对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 同修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同修们为我住念小房子 自愿为我放生 一位同修从国内回来的当天 听到我的消息 立即推掉一个星期的工作 不顾时差 在医院陪我 另一位同修 一直在我家日夜陪伴我 七十多岁的老妈妈同修 每天提着篮子 来回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给我送来可口的饭菜 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心里非常惭愧 我何得何能 菩萨妈妈慈悲 却给予我太多太多 菩萨妈妈从我得病的那时期 一直都在慈悲加持我 最严重的时候 我不能走路 寸步难行 被弯得像虾米 上半身剧痛 痛不欲生 彻夜难眠 不能自理 我接受了五次的放疗 菩萨妈妈真是闻生救苦 有求必应 每次做放疗的时候 我从内心呼喊观世音菩萨圣号 求菩萨保佑我减少副作用 感恩菩萨妈妈 放疗后除了晕车呕吐 食欲不振以外 没有常有的副作用 我每天都哭着问菩萨 为什么我会得如此严重的病痛 菩萨慈悲 让我梦到了生病的因缘 我在前世将我的恩人烧死了 那天清晨的梦境 栩栩如生 梦醒时分 我依然对梦中的人物 场景 记忆已犹新 这让我十分震惊 也解开了我的困惑 我这一生 循规蹈矩 朋友眼中的老实人 可是我婚姻不幸 又遭遇重病 这就是自己前世造的恶因 今生苦长恶果 我每天流着泪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 深深地忏悔 有的时候会痛哭流涕 可以真实地感受到 菩萨妈妈低眉垂眼 用心聆听一个犯错的孩子 在真心忏悔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原谅我的过错 在一次去医院的救护车上 我在念诵大悲咒 突然眼前出现了 粗黑体的数字 2353 我想这是菩萨妈妈 慈悲开示我 所需的小房子数量 现在小房子已经 烧送一千多张了 我之前发愿 放生十万条鱼 现在已经放完 身体好转得很快 这些小房子 大部分都是我爸妈住念的 他们年岁已大 尤其是我的妈妈 承担着一切家务 照顾我的起居 还要跟我爸爸 轮流接送我女儿上学 妈妈负担这么重 依然挤出时间 给我住念小房子 我在这里向菩萨妈妈 向师父 向我的父母 真心担心担回博的过错 8月3号是观世音菩萨常道日 菩萨慈悲加持我 我终于又可以走路了 弯腰也不痛了 可以跪下来给菩萨妈妈上香了 脖子也不用戴护套了 根据几次厌血报告的比较 身体的指标 已经向正常值发展 甚至有些指标 已经达到正常值 这些数据 让主治医生惊讶不已 只有我们学佛人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菩萨的慈悲加持 学佛后 学佛后 尤其是经历这么大的劫难后 我深深地体会到 末法时期 天灾人祸不断 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今世没有干什么坏事 就可以和灾难无缘 累世着恶烟机缘成熟 就会变成灾难 说来就来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千万不要等到 大难临头 才去寻找良药 未雨稠谬 我们尽早学习佛法 知音了果 平时多积累功德 消除业障 就能提前避开灾难 我入军发誓 今后余生 我一定要正信正念 谨遵诗讯 坚定信念 一门精进 做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做师父的好弟子 广度有缘众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